《專家開咪》 繼續回來這部份《專家開咪》 我們身邊仍然有海濱事務委員會主席何文堯 現在要拓展一些特色旅遊方面的景點、旅遊產品 剛才特別看了遊艇方面 另外低空經濟是施政報告中的重點 過去灣仔海濱亦多次有無人機的表演 你看這方面其實在海濱上有什麼地方可以配合 或者有什麼新的概念可以繼續發展下去 其實過往這段時間 在維港海濱做無人機表演的密度都相當高 我都去過很多次這些無人機表演 我會覺得市民仍然都興致勃勃 但是我開始覺得我們要想 不能夠一招用到老 我們可不可以有其他東西配合到無人機表演呢 我想餐飲或者其他的活動 絕對是一個可以選擇的選項 例如有一次我在灣仔看無人機表演 其實還沒開始之前 剛剛隔離我們灣仔活動中心那裡 有一些活動 我會開放給公眾免費 我都見到很多市民等之前已經進去了 那就玩到差不多了 走出來再看無人機 我相信我們將來的策略 是需要整體去看看 我們怎樣可以利用無人機這個表演項目 去增添一些其他的配套 令到他一個協同效應 就不是說好像 有一次比較不幸的 就是我和民政事務局局長 一起站著一個小時 結果Grace也在那裡 結果就因為天氣原因 都真的不止一個小時 但是當時我聽到很多市民說 很慘他們為了我們看無人機 站了兩三個小時 因為周邊沒有其他活動 周邊又沒有其他活動 所以這部分是我們絕對要反思 他怎樣可以想多些想頭 令到市民在看無人機之餘 也有其他的世界 Ivan 我猜一下 Grace問那個低空經濟 可能是更廣泛 不只是無人機表演 而是真的那些無人機 低空經濟可以很廣泛 那樣東西是真的會創造到價值 In a sense 有人這樣說 未必是這麼快 我相信 以後可以坐無人機 飛來飛去 在維港兩岸穿梭就最好了 看看維港的景色 這個不是一個很天馬紅紅的想法 其實這個想法我也有 也這樣說 這個想法或者這個建議 我都在今次施政報告諮詢的時候寫給特首 是 但是我相信 因為我們本身香港是有很多法規 就是規管著我們 尤其是在天空上面飛 但是我也都相信 我認為是一個比較貼地和可行的一個試驗場 即是在兩岸 因為我們可以找到一個地方 它是定點升降 我們也可以定到這條航線 不會影響民居或建築物 今天的科技也可以做得到的 就是當它有意外的時候 它是可以調教到 飛行器是避免撞下去 下面有船 所以利用低空經濟 或者是無人駕駛的飛行物體 可以載到市民或者遊客 在維港上空去看回我們的維港 這個當然是非常好 但是我相信都要一步步來 都要解而時日 因為施政報告其實看回 關於低空經濟 它裏面的子女行間 都在維港上沒有人機 是沒有浮缺到的 當然 其實我們說靠海濱 除了希望吸引大家去看的景色之外 能不能夠帶黃周邊經濟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其實目前你自己看 海濱都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段段有驚喜 但是周邊我們看到 一些商業活動上面 有些說受惠不到 又或者是未必完全受惠到 怎樣做配套工作呢 我就這樣看 我覺得 早兩三年 如果你說海濱 怎樣可以幫到香港經濟 我真的告訴你 我們真的幫到很少 但是今天我們已經差不多 我們已經完全打通了27公里 我們今年年底的目標是29公里 我相信已經是去到一個階段 我們可以思考我們有足夠的海濱空間 我們如果可以利用這個空間 可以裝載到更多的不同的經濟活動 康體活動 文娛活動 文化活動等等 從而可以令到整個維港海濱 是一個destination 即是可以吸引到 目的地來 是的 吸引到市民好 遊客好 即是最終聚在那裏 當那些人聚在那裏 我就絕對相信 是可以帶動附近的 現在的問題就是我們每一次 都只是一些期間限定 或是一些個別的活動 在一個短時間 自然 即是說 那些人會去那個活動 然後就殺 即是你意思是沒有持續性 那是留不到人 留到人自然就會是令到周邊地方是可以受益的 嗯 但是我想這個 我記得我很多年前都坐了向海濱少爺 一段很短的時間 我很記得一件事 就是我連餐廳都未做到 洗手間又不夠 如果我剛才去聽Ivan說 如果我們看回先行報告 如果我們做多些遊艇之類的事情 那我都要有一個會所的設施 我才能聚到人 因為你一定要有個周邊的那些事情 好像剛才說的 我不是短期的 我是一個較長期的 即是長期持續 他要營運 他都真的要在商業上面運作到 他才可以做到這個服務出來 同意的 完全同意的 因為我們都很努力在做這件事 因為暫時這一刻而言 我們一直摸著石頭過河 但是都一樣東西試著 目前他們在灣仔海濱都有一間餐廳 也是比較小的 那間餐廳相對規模比較小的 還有他做得住 但是不是做得很旺 這個真是很誠實地說 我也有跟老闆談過 我們覺得是 我們需要客觀條件幫他改善的 各方面 尤其是我們經常都說 餐飲是要聚賣的 要有一個群體的 一間兩間 他自己的生存力是低的 其實這件事政府方面都聽到的了 我理解現在政府都要求內部加快 想著一些中期的措施 一些接近或者類似以前未吃車的想法 不過這些流動式或者活動式的提供餐飲 輕食的東西 希望可以在海濱不同的地點 可以很靈活地去因應不同的活動 去提供相關的服務 剛才也說到海濱通達的情況 其實越來越打通得多 其實今年去到你年底的目標是怎樣 今年的年底 我們希望可以達到29公里 現在已經開放給公眾有27公里 去到2028年我們希望可以達到34公里 當然這些數字其實是我們鞭策著我們的 我們都很努力現在要肯定 市民是有肉眼觀察的 開到29公里 所以我們背後其實都真的很努力在做事 或者是督促相關的 這個位置我們要代九龍區或者新加區的朋友問一下 很多時候我們說海濱的發展感覺上 香港島這邊可能連貫性會比較大些 這邊可能開放得比較多些 也都感覺上集中在這邊 不過近年都見到九龍和新加坡都陸續續有 其實那邊的配套是怎樣的呢 其實香港島因時濟雨 過去那四五年就因為中華灣仔擾道 陸續完工之後交回一些空間出來 所以我們在一個比較短的時間一節一節都能夠打通 所以大家市民就見到的效果是很明顯的 但是就不等於我們在九龍或者是荃灣那邊沒有做事的 我們那邊都很努力在做事的 那來的明年我們相信是反而重點會落去九龍和啟德 那啟德體育園開放就啟德體育園前面的海濱 另外我們都會公園林海部分 那再加上啟德一些私人發展是海濱前面那一段 是由他們負責設計營造那些都陸續落成開放給公眾了 那其實也都有一些 譬如在荃灣我們有一些酒店前面的海濱用地也都開了 那很多大國水櫻桃街那些都陸續開了 那當然九龍的困難就是它比香港島是更加斷絕磨寵 那我們真的有一段就做一段盡量能夠做的做了它 那然後希望在最短時間一路路慢慢博通它 那但是那個難度看來就應該比香港島會高的 不過不要緊 應難而上 Ivan 這個是不是跟那個地權 或者是那個工商業那個用途 那個還有比較大的需求有關聯 令到你出現那個斷絕磨寵的情況 那這個是其實 一就是香港一路發展過歷史 就是以前香港維多利亞港在殖民地政府時期 基本上都是以一個我們叫working hub 就是一個工作的海港 所以你會發覺以前維港兩岸全部都是上樓貨 賺到錢的 運費物 運蔬菜 泵房 污水排放 全部都是這些東西 是 而成立了開濱事務委員會之後 就一路路路我們逐步逐步 把它改為公眾使用的公共空間 而裡面因為以前的歷史因素 其實有一些位是當年的地契都已經 那個用途是給了業主 包括那個海 那個我們叫sea access 那所以是令到有一些地段是比較複雜的 那當然我們就很期望已經開始了 或者我們很希望去盡快落實的那個 PHO就是保護海港條例的修正案 那因為那個如果能夠盡快通過 也真的可以幫到我們一些改善海濱的工程 能夠更加快和有效地去做到 那令到市民可以享用海濱的時間更加短 那這個當然是市民就開心一下 如果海濱越來越發展得好 也如果能夠推動經濟就更加好 那今天謝謝韓文耀 謝謝你 有機會再邀請你 update一下最新的情況 我最喜歡的就是講海濱 今天謝謝 謝謝 謝謝